各位同学好 我是林文老师 今天为各位介绍自根课程 怎么用自根来判断文章 所以我们文章就采用经济学员杂志 这篇文章介绍abortion就是堕胎 观看标题你又觉得很惊讶吗 他用邮局宅配的方式 就把堕胎药给寄过来了 他说一段标题告诉我们 堕胎变得越来越安全 也容易取得 不得了 即使他们是违法的 那么把这段内容贴到我们的讲解去 这样看内容会比较快 我们在重点我要讲解什么东西呢 重点我要讲PR 在荧幕上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叫的pro-life 这边叫的pro-choice 所以pro到底什么 简单来说堕胎就分两边 一边支持堕胎一边反堕胎 所以这个pro代表什么样的概念 这就是我们讲自投自根自尾 自守自根自尾的重要性 各位同学左右对照一下吧 让我先你们先有个概念 再讲解会效果更好 各位聽完了之後先有個概念 在這篇文章的主題叫abortion 我們剛才說過要麼支持要麼反對 所以pro-life跟pro-choice 所以你要先了解什麼叫PRO 在英文上你看看聯邦老師 找老師上課就會告訴你 他來自於這個字叫propose 你可能想都想不出來propose propose這邊寫得非常清楚 他的詞類變化參考proposal proposition 這邊有個proponent叫支持者 所以他就把這個pro給拿出來 他叫支持的概念 所以代表支持生命的人 當然我就反對墮胎了對不對 所以他說有些法令讓墮胎變成合法 他當然要想要去overturn overturn在螢幕上你再不懂 我們都可以猜得出來嗎 字典上提供你給他的線索 聽聽看這個單字的發音 再聽聽看另外一個支持者的發音 你就可以明白這篇文章到底講什麼呢 那這邊的pro-choice什麼意思啊 choice代表說爸媽有選擇權 特別是母親對不對 那他們當然就代表就是反對墮胎了 所以不管怎麼講呢 這有兩派的說法 聽完之後呢 我們最大的重點是讓各位知道用字根教學 李文老師的字根總共錄好了200多個 你可以一次購買完成全部費用6000塊錢 注意6000塊錢當然是一筆開銷 但是有看到很多人可以買蘋果手機 買這麼貴的產品可卻不用花6000塊買 這麼全部李文老師 花了一年多講解完的字根 全部放在你手機裡面 而且還可以用雲端隨時複習 那我會把你參加我LINE的課程 10個月內每一天會讓你不斷地複習 一個一個慢慢複習 所以不是直接丟給你 就讓你自己去查詢了 養人習慣最重要 我們把今天這兩段再聽一遍 好好想想看什麼叫pro-life 什麼叫pro-choice pro-choice pro-choice campaigners fret that one day they will succee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inge in part on the kind of judges each candidate vows to appoint and test cases crop up regularly this week the supreme court heard arguments for a law making it harder to run abortion clinics in louisiana which could lead to the closure of two of the three in that state 各位知道為什麼找老師上課的重要 就光這麼簡單的argument 大家都認為是爭吵了 這裡面是爭吵才不可能了 連右邊Google翻譯都翻得出來 總之感興趣 找聯文老師上課咯 購買自更課程 只要付費 直接可以從雲端下載 拜拜